利納輪正式起航 國旅又有新玩法了 被譽為世上最快的海上飛船 萬頓級利納輪推出台南安平港 從澎湖到馬宮直航航線 首航第一天就吸引700名旅客 搶先體驗 為什麼要來坐遊客 因為首航 歸人 歸人 你是搭遊人嗎 對 好高興喔 基本上我們的總載客量 可以到達快800人 航數最高就可以到達39到40節 所以我們不會去一昧地追求速度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交通輪的概念 它是兼具一個觀光性質的船舶 利納輪最大的優點 觀光方面就是頓位大 旅客的汽機車都能上船 貨運方面船隻載運量大 同時安平港潮叉小 在海面行駛相對平穩 搭乘利納輪從安平到馬宮 加上報道程序大約是兩個半小時 來回費用經濟艙要價1850元 商務艙2850元 頭等船則是3850元 4月21號開始 每個禮拜三 五日都有航班 4月份開始又是澎湖的旅遊旺季 澎湖本身它的 這個觀光客的號召力 本身又很強 所以如果透過利納輪 透過安平港 一方面行銷了澎湖 那對台南也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加強雙邊旅遊民眾往來 也能讓台南與澎湖間農產水產等 物流更加方便 期盼利納輪的起航帶動觀光熱潮 再創國旅新商機 華語新聞成言魏林玉人 林嘉倩 台南報導